台南市政府解割停車的問題 向中央政府警署 在南区来去 西門健康立体停车庁 已经完工了 七月就会再开用 台南市政府为了改善 大台南市地区停车的问题 向中央政府警署 更在南区西門健康立体停车庁 目前已经时间完成 台南市政府 红维鐵网 整容食材 西門健康立体停车庁 完工之后可以停车 一百空二维基车二十八维 交通交票是安藏七月队正式可用 会引进地区停车管理系统 多让民众有良方便的停车空间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薛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您对义们下期判 我们下期判 还有一个期判 可否